更重要的是讓台鐵局能夠展現安全文化的決心 讓台鐵局員工能夠逐批 去到這個紀念碑也好 我們叫紀念碑也好 或者是叫安全教育館 去那邊受訓 培養面對危機的處理能力 總體而言 我們不是要訴那個碑 我想大家上Google去查一下 紀念碑有很多的形式 不是一個十碑在那邊 安全教育館也不是只有安全教育館 五個字在那邊 其實它裡面有很多的內容 台灣面臨這麼大的一個交通事故 我們真的是要通病失痛 市長 本席在上週有一個臨時提案 也經過在場的委員跟所有的相關單位 共同討論之後 無意義通過 我的提案很清楚 我是 建勤 沒有要求 也沒有立即行建 是在善後之後來規劃 更沒有提到說要用善款捐款 來做這個興建 類似日本的安全教育館 也沒有說要落總統的款 或者是部長或立委的名 這個都沒有 但是我們就是 這個案子提出來之後呢 社會各界就有一些指教聲音 我個人接受啦 但是我有點我不能接受 這個說要應用到善款 造成政府跟對本委員會的一個誤解 我們沒有提到這裡 完全不會使用 我沒有建議使用什麼這個民間的捐款 來做這個類似這樣子 日本的這個安全教育館 那部長跟次長 尤其是 今天鐵路局局長沒來 在2020年 2002年 YR東日本列車內 有發生嚴重的事故 事後他們有建立一個事故的歷史展示館 就好像我那天提出來的 日本YR 123 這個空難之後呢 他們也設置安全教育館 那我這個提案裡面寫得很清楚 是希望呢 藉由生命教育的功能發揮讓後世警惕在心 學習尊重生命 而避免悲劇一再重演 更重要的是讓台鐵局呢 能夠展現安全文化的決心 讓台鐵局員工能夠逐批 去到這個紀念碑也好 我們叫紀念碑也好 或者是叫安全教育館 去那邊受訓 培養面對危機的處理能力 總體而言 我們不是要訴那個碑 所以我想大家上Google去查一下 紀念碑也有很多的形式 不是一個十倍在那邊 安全教育館也不是 只有安全教育館 五個字在那邊 是它裡面有很多的內容 台灣面臨這麼大的一個交通事故 我們真的是要痛定失痛 那日本為什麼交通事故比我們少那麼多 我們事實上的四倍 我們事實上的四倍 所以在日本他們也會發現空難 或者是鐵軌的事故 那台灣竟然也發生了 我們更應該來面對 就是借這個機會跟部長說明 我也幫你澄清 我們沒有要用社會的監管 來興建這個烈士安全教育館 這樣的一個紀念碑 好 謝謝